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学习了 一维数组的声明和使用 对不对 那数组在PHP中 除了有光连数组和索引数组 这样的一个类型上的一个 根据下边类型的区分之外 对不对 还有维度上的区分 就是一维数组 二维数组和三维数组 以及多维数组 其实二维以上都称为多维数组 对吧 因为咱知道 数组里边可以装任何类型的东西 是这样的吧 比如说可以装整形 福点形 富尔形 对不对 那数组里边可不可以再装个数组 对对可以 所以呢 在PPP里边其实没有什么二维数组这样的说法 其实都叫做数组的数组 只不过经历过像西元或者像加瓦这样元的数组使用的这样的成员 然后习惯上管PPP这也叫做二维数组 其实呢管它叫做数组的数组更合适 那说白了就是在数组里边再存放数组 那我们这几分就开始呢 学习一下如何在数组里边栽放一些数组 好吧 就成为二维数组 那好 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笔记 也是我们写代码的地方 好 我们看一下 二维数组 咱们说了这叫什么 叫什么最合适的 也最好理解啊 数组中的数组 对不对 说白了就是数组的数组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在一个数组里边 比如说咱们现在生年三个人的联系信息 好吧 比如说第一个人我叫做万 对吧 等于A-R-A-Y 然后里边它有名字 对吧 比如说我们叫做张三 举临时写一下 它有年龄 比如说年龄整数 它是20岁 对吧 它有性别 比如说这块咱们是男 对吧 它有联系的email或者电话 来我们就写个email 比如说AA 这是一个人的信息 那一个人信息我是不可以用一个变量存 万这个变量来存 对吧 那就存好了这一个人的信息 那这个数组就是一个意味数 对吧 而且咱们用的意味数组中的光连数组来声明了 当然所有数组也可以对吧 那所有数组你就得记 email是第几个下标对不对 比较麻烦 而如果用关联数组来声明这种跟实际生活中的业务相关的 那我们通过记名称我们就知道在第几位 这样的话用比较方便 那假如说我生命两个人的信息 数等于同样 数组本身拿过来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叫做李四年龄21岁 对吧 性别 比如说是女 他的以外有一箱是A 是BB点 缺点BB点唱 对不对 那我再生命一个 TXI3 等于这个 假如说张三李四下一个A就啥啊 王五 王五对吧 比如说22岁 他是男的 然后性别是男 email是cc 这个对吧 那他前面呢 学过一位数组 咱们知道是用什么 是用一个数组能装一个人的所有信息 对吧 用了三个变量 是不是这样子 那咱们这个三个人或者三十个人或者三百个人如果分别怎么到存到一位数字里面是可以的 但是呢我们实际在操作的时候比如说我想把这些数字辨定出我们想要的表格 对不对 去处理 那想象一下这些信息怎么办呢 是不是你要是有三百个人的话你想处理成表三百个表格的话是不是也得操作三百个变量啊 虽然一个信息放到一位数组里了对不对 如果将三百人的信息怎么的放到一个外层的大数组里面 这样前面都说了 比如说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 对不对 那三个小组呢组成了一个班 是不是这样 那我对这个班操作就能对班里边所有的组应操作对不对 也能对组里边所有成员应操作 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想表示生活这样的二维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话对不对 最好就是用两层注组来表示 跟生活中那个抽象 生活中的一些事情的抽象是一样的对吧 那比如说我这么生命可不可以呢 到了不是一个 比如说这是三个人对不对 假如说他是一个组加 OUP组等于AIY 我可不可以这样 这个人放进来 这个人放进来 是不是三个人呢 我这么放可不可以 可以对不对 那我现在放的是三个变量 而变量这三个变量又是什么 又是数度 那现在妹子 我现在想打印第二个数度 如果这个现在是不是感觉是异味的 对不对 那我现在想找到 比如说PRNT 用微大部分吧 看一下打印一下 打印什么呢 我想打印兔是什么 我怎么去找 GROPGROP 什么 下标为1 因为这个下标咱们知道默认的情况 这个下标是0 对吧 这个下标是1 这个下标是几 对吧 这个下标是2 真的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情况 我们现在是不是能找到这个值了 而这个值它现在是一个变量 它又代表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它是不是一个数度 名字 李四 字幕串的 对不对 21这个 是不是找到李四这个人了 第二个人了 就是这样 那我都说 剩下二数度就这么声明吗 相将一位的拿出来 然后再将二位的拿出来 是这么去做吗 是这么去做吗 这样可以是可以 看起来还是简单 对不对 相当于比如说把零散的信息合成是一个人 对不对 把多个人放到合成一个组 感觉是可以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我想操作第二个人 我干嘛 非得用通过他去找啊 我直接找兔子一个变量不就能找到吗 对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声明是不单独把这个声明成独立的变量 这样三百个人一起三个三百个变量 这比较麻烦 所以直接在这里边放数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我们平时在声明的时候是这么多的 这是一个值 直接放到这来 看一下数度多成员 直接是用多少个开的 然后第二个拿过来 我们把它 放到这 第三个拿过来 我们把它放到这 看到了吗 然后上面这三个变量我需要了吗 不需要 下边如果按照标准的这种一行写的格式是乱了 那我们可以把它怎么当 是把它敲开 你看一下 这样的话是不是数组在一个数组里面 也就是array这个函数是不是可以签套的 对吧 那里边的数组是不是就没有 不用有名字了 我现在想找第二个 是不是只有唯一的办法通过它里边的下标一才能找到第二个 那现在的结果跟刚才的结果是一样的 是不是一模一样 对吧 现在是不是就变成唯一的一个操作手段了 现在我想变力或者什么处理 是不是都可以了 对吧 比刚才看见的代码要简洁一些 对吧 大家别忘了后边最后一个是不加多号的 因为元素之间是用多号隔开的 对不对 而不是每个后边都有多号 就知道吧 这相当于函数的三个参数 你也这么听吧 相当于三个参数 那这个时候我如果想访问这里的第二个中的email 我怎么办 怎么接接着写 对吧 怎么办啊 咱们这个就是一个数组的数组概念 我既然通过外层这个变量找到了这个对不对 它本身是不是数组 假如说咱们这么办 你看啊 里边第二个是不是就是一个数字 这会儿大家有的时候 好多人都问我这个不太理解这个地方 怎么办呢 你看我假如是做一个变量 AR等于$G-R-O-U-P 综合号E 我把第二个师傅给AR了 我现在想访问AR中的email怎么访问 是吧 I call $AR综合号是几 对 咱就如果是关联数组 用名字下标 咱们就不用干嘛了 是不是就不用借税去了 这些email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来我们看一下 把它付给这个变量 然后再输出 我们来看 是不是email就出来了 对不对 难道我们就不能合到一起去写吗 可不可以合到一起去写 既然这个变量就是代表一个数组的 你付给一变量 然后这么去 这都好理解 对不对 那我就不能写在一起吗 难道我就不能 把这俩你看我就是这样 看一下 就是这样了吧 难道我就不能看一下怎么做 对 I call 到时候G-R-O-U-P下标为几大 一 是不是找到第二个了 它本身就是一个变量 对不对 相当于就是给R 对不对 对对 那去R里边的是不是只有一脉 你再加一个二维 你再加一个前边是找到了里层的某一个小数 组 这回第二维的再访问小数组里边是什么 你卖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二维数组是用两个纵块去访问的 先找到里边的第一层数组 然后数组里边的内容对不对 对 数组的数 对吧 那这样的话结果还是这样的事对不对 对 那现在比如说这里边也可以这么加下标 假如说这会加一个TXE3 看到了吗 那现在我想要让你把第三个人的名字拿出来 怎么办 妹子你说怎么去学 第三个人的名字 下标什么他下标现在是关联的了对不对 是不是找到第三个数组了 第三个数组第三个它也是个数组里边在增加号什么 名字 那按照这种方法是不是安慰数组里边的数组中的数组的每个元素 是不是都可以取得出来 嗯 来我们保险一下 这不就可以吧 嗯 那这就是我们什么 这节课跟大家介绍的二维数组的一个生命方式 重点大家知道二维数组就是数组的数组 记得吧 其实跟一维数组访问方式上结果上都一样 记得吧 只不过在里边多了一层而已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那这节课呢 就先就到这里边 暂时认识一下二维数组的生命方法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